上之天文 下之地 现在可能要请教他了 什么时候iPhone 6会问世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网路上又传出最新 使用iOS 7系统的 苹果新的硬体了 所以有人就怀疑 这是苹果在秘密测试iPhone 6 那么甚至预言 在今年五六月 就可以看到iPhone 6亮相了 百号Pulse 拿稳球拍 苹果iPhone广告 来助阵的又是大牌 奥运网球金牌球后 大小威廉斯姐妹花 搞笑打起了乒乓球 帮忙宣传iPhone 5 新功能误扰模式 广告才刚刚上档 就传出iPhone 6也曝光 科技部落格The Next Wave 大大标题写着 有城市开发商 发现了一款 使用iOS 7系统的 苹果新一体 怀疑就是iPhone 6 因为城市开发商发现 最近在使用记录当中 出现了一组iPhone 6.1的试别码 这似乎意味着 苹果的软体开发人员 正在测试 App程式的相容性 甚至预测iPhone 6 年中就会亮相 不过也有国外分析师说 苹果其实会在五六月 先推出改款的iPhone 5S 不但有八种颜色 还有两个尺寸的 多样化选择 关于iPhone的传言不断 到底哪个才是真的 让苹果迷物理看花 东西南京新闻综合报导